宣告变数,变数主要的用意就是设定在记忆体里面开一个空间给这个资料做存放 那资料类型当然有很多种 不过特别注意那个在命名的时候当然不能用同样的名称 否则资料一定会被盖过去 那使用的方式,宣告的方式主要就是第一个资料形态 然后呢,变数名称,记得最后呢,跟VV不一样就是一个分号 而且这个分号很容易忘记 因为在VV里面没有分号 那写习惯之后就忘了给分号,就会产生错误 还好这个Eclipse它会提醒你 再来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配置一个形态 那你哪一种形态呢 就可以有多大的空间 主要有八种,基本资料形态 基本的,除了基本资料形态之外 还有所谓的参考资料形态 或者叫参考资料形别 总共这几种 Inch是最常用的 有点像VV里面Integer 然后还有这个Short跟Byte 那它的空间比较小 那Inch再上去的话呢,你可以宣告成Long Long 那再来的话,辅典的部分呢 有Float跟Double 那这两个差别也是空间大小不同 记得一个是 一个是8美元,一个是16还是多少 应该等一下会 等一下会有个图给各位看 Float跟Double 那还有Chart Chart的话就自圆 自圆最基本的 那Booling的话就有True跟False 就两种选项 那它们各占的空间呢 宣告的方式我这边提示一下 这边就是资料形别 变数名称 最后记得分号 那当然也可以同时宣告多个 Inch IJK分号 用斗点隔开 另外呢也可以给它什么呢 初始值 初始值 直接Inch 初始值就给它等于多少 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种方式在VB里面也是OK的 好 那命名的规则 一般当然是这个地方 不限定长度 不过大部分呢 不能用Dash减号 可以用底线 底线 那比如说像底下这几种 那在Java里面呢 是区分大小写的 特别注意 大小写是不一样的 这个Apple 跟Apple是不同的 这变两个不一样的变数了 特别注意 那还有一些所谓的保留关键字 不能被使用 不能被使用 相关的我想 这个你们自己再看一下 跟VB基本上大同小异 那有些保留字不能用 比如说像前的符号 这些都不能被使用 那这个当然是避免 还有这些都是关键 关键字不能用的 你不能把它宣告成一个变数的名称 这些都不行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Java的资料行别 它是属于强调 这个形态 那 主要呢 它分成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所谓的两种 基本资料 基本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八种 那除了这八种之外 你会想 那在VB里面有一个叫 String 有没有 字串 可是在 这个在Java里面呢 没有字串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Chart Chart就字元 那 可是你想说 那 字串怎么办 所以特别注意 它有所谓的参考资料行别 它就是把字串 当成是字元的阵列 比如说我今天一个字 一个字串可能十个字元 那就是等于是 它用String当成是一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里面呢 就有十个字元 来当成 这个 宣告的方式 那宣告方式呢 就比较特殊 它是属于参考的资料行别 透过Chart去延伸出来的 去延伸出来的 这一点是比较特殊一点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总共这八种 这个要把它记熟 那常用的当然印成Lone 那前面两种用的比较少一点 主要的原因是说 其实一般当然 如果你怕说 你宣告的太小 会常常会出现异味的状况 所以说尽量把它 宣告成大的 大一点 印成比较适当 如果太小的话将来容易有产生这个资料太小的问题 那这里 包含整数的部分呢 拜承呢 它只能够正负 大概128 负128到127 这个范围 但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都是一位 这是八位元的部分 那Short的话呢 Short的话呢 Short的话就是 负32768到32767中间 那印成是32位元 32位元 所以比较长 隆纳的数字可以到这么大 百千万 百千万 十万 两百 一十四万 两百 一十四万 七千 个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一 二十一亿 应该是这样 二十一亿 所以这个容量应该够大了 再来的话呢 哇 如果说你觉得不够呢 Long还可以更大 二的六四四方 多大 无限了 已经 几乎不可能 超过这么大的数 这个数值 再来的话呢 六进位跟 八进位跟十六进位的表示方式 特别注意啊 这边的话 如果你今天是八进位的话呢 那前面 就加上一个什么呢 不是零 这是O O12 这个表示方式 然后呢 OX 小写的 OX 表示十六进位的 那特别注意 这个后面就是 所谓十六进位之的 表示方式 好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 长整数的表示方式 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是宣告成Long的话呢 后面要给它L 这是比较特殊的用法 必须多一个L 好 这边L 多一个L 如果说你 L 宣告成这个Long的话呢 一定要最后呢 整数最后加一个L 好 那再来的话 有关于Float跟Double 就是有小数点的部分 有小数点部分 那Float的部分呢 这个当然 最后如果超过 Float的精准度呢 到小数点的第七位而已 Double到15位 超过的部分呢 就会被去掉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所以这边的话 会自动四捨五入 好 那Float 那还有CHAR 字元 我刚刚提到 因为呢 Java里面是unicode的 所以每个字元都占两个by层 不像说在那个ASCII code里面 只有占一个by层 好 然后呢 必须呢 用什么呢 单引号把它包住 才是一个CHAR 那宣告字元使用CHAR 这个关键字 那字元的范围 因为是unicode 所以是2的10 等于是16bit 2的16次方 所以2的16次方 它的范围就0到65535 这个范围 那前面是OXFF 那表示方式就是斜线U 这比较特殊 斜线U 后面呢 就是它的这个位元的位置 那四位数字 这一点比较特殊一点 unicode的表示方式 那后面我们有一题在208吧 TQC里面有一题 208就是 就是要做转码的动作 就是说 unicode怎么样转BigPhi 然后呢 怎么样再转换为字串 那Booling就是True跟False 是比较单纯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没有给初始值的话 Booling是什么 是True还是False 如果没有初始值的话 预设值是False 特别注意 预设值是False 而且甚至这边有一个范例是 你初始值还可以这样定 给它一个条件 而不是给它一个True或False 那不同的行别 当然要做转换 转换的动作 那怎么样做转换 特别注意 转换有一些限制 就是说呢 只能够 小的转大的 也就是说 这个有点像容器 有没有 你大容器跟小容器之间的资料 叫这个水 有没有 小杯的水 你可以倒到大的 但是大的你要倒到小的 可以吗 也许可以 也许不行 为什么 里面的水 大的容易 也有可能超过 那个小杯的水容量 那这个方式 就有点类似像那个Long 有没有 Long比较大 对不对 Int比较小 所以你今天要如果 Int要转成Long OK没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今天Long要转成Int 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它们之间是可以转 可是呢 可能会有问题 好 那 这个地方是转换的方式 当然呢 你也可以转换 比如说你小的 可以转成 大一点的 有没有 Char也可以转成Int Int可以转成Long Long可以转成Float Float也可以转成Double 或者Long也可以转成Double 也就是有多小数点就对了 那可是你倒过来可不可以 如果说呢 你本来它有小数点 你把它转成没有整数的话 那小数点自然会不见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转换的流程图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范例 你们试试看好了 等一下的话呢 就开启什么呢 开启那个 等一下你们开启 这个Eclipse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呢 直接开启 在预设套件上面按右键 新键有没有 Class 那这个名称要叫什么呢 这个名称 你们就输入它的名称 记得大小写有差别 就叫DataType 记得大小写一定要都答对 好 DataType就按完成 出来了 有没有 接下来的话呢 底下呢 就照着打吧 好 刚开始的话特别注意 Public Static 然后Voy 它这等于是主要的副程式 前面几乎都一样 后面刮户里面呢 就是一个参数 那当然看你需不需要有参数 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给它 Byte 然后初始值给它127 Int 出始值给它128 Short给它32767 一类推 然后这边最后把它秀出来 那秀出来的部分呢 其实刚刚我们也用到 就是System 这个套件 里面有一个out的方法 print line 之后呢 把B把它输出到结果出来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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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